大家好,我是Ada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棵 是马蹄兰 我当时 以为它 已经死了 就是放在路养的 它现在春天的时候 就发出来了 那现在它跟这个蟹枣兰 种在一起 我要跟它分开 因为 我之前 这个蟹枣兰只有一片叶子 来繁殖的 它现在都长大了很多 那现在我要跟它分出来 这个 马蹄兰 你看它生长得很不错的 那我这个是 其实就是拿到室内养的 之前 就给它 这个下面有一个水盆 给它坐着 那个水盆来养的 经过这个夏天 它就本来是很小的 现在都发很大的养 那你必须要跟它分盆的 好 现在就倒出来看 你看它的根长得多好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方法呢 就是用一个水杯 那个水啊 就是给它坐着 是很利益它的根不发展的 很多根的 不会积水的 那好像我现在就 拆它们出来先 那拆盆出来了 那马蹄兰的根部 是这样的 有四株的 那这个它有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进步的 但是我们不要摆走它 这个 好像一块浆 那我们 就这样子 如果拆盆之前呢 最好是不要浆水 给它干一点 就容易拆盆 那这个蟹爪栏 当时呢 我是一块叶子 来发根的 你看它现在都 长了很多的 这个也可以种的 一个小盆栽 好 好 我今天呢 就会用这个 这个瓦盆来种 马蹄莲 它们的苗很小的 所以我都是用一个很小的盆栽 43cm的 那我 下面呢 先垫了 这个发泡胶的 好 就装上一些 种花的盆栽 营养土先 这个快剑呢 不要摆走它 你看我们 就在这个盆 旁边种啊 因为你看 这个这一块啊 已经有一个小苗了 那我们就这样子 种下去 给它这个快剑呢 它会再防止很多小苗的 等它再打多一点快剑呢 在这个换盆 换大一点的 一步一步的换盆 就这样排在旁边的 给它生长的 这个小苗呢 给它多一点营养这边 就这样子排列的 那我们再埋一点土上去就可以了 好 马蹄兰我们就种好了 就是这样埋在旁边的 那跟手呢 我又先擦了一盆 那个之前那个长寿花的 就给它用 转到土培的 因为你水培那不是长期的 它没有营养的 你要土培的 有根之后就转移到土培的 这样子是最好的方法 那就是这样子会 长期有营养的 你又不用浇那个什么 液体肥的了 那我现在呢 去浇透水 那我浇透水 那个水呢 是雨水来的 第一次呢 我们要浇透 浇透好呢 就放在阴凉的位置 不要给它晒到太阳的 盆都浇透水了 你看这个电盆下面 还有会流出来水的 就证明已经浇透了 它们就可以吸 吸上去那个水 它需要多少水 它自己会吸的 你放在下面那个水 不要倒掉它 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收看